勇气满满的向青薇竹马表白 结果人家只把自己当兄弟 这事搁谁身上都不好受 小智和青薇竹马纯一郎又生上了同一所高中 两人从小智轻易无间 直到初中纯一郎才意识到 那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假小子 穿的是裙子 唉 小智原来是的女孩 但长时间的相处让她对这事舒适无夺 她还不知道小智已经对自己感情变异了 总是当小智是自己最铁的哥们 不自觉和她身体接触 气得小智想直接揍她 比起兄弟情深 她更希望纯一郎能当自己是女孩 毕竟没人愿意和兄弟谈恋爱吧 男童除外哈 两人一旦动手 打得难舍难分 小智来个上勾拳 纯一郎直接眼冒金星 纯一郎委屈极了 明明是你动手为啥我挨打 第二天和一郎又温言阮玉红小智 毕竟没了小智自己可能会无聊死 真不想和小智吵架 打也挨了 饶也求了 纯一郎你小子做人很成功 小智还有个闺蜜美玲 两人也是关系好到不行 小智平时上学都是和纯一郎同行 就饭群是和美玲一起的 但美玲知道小智想和纯一郎一起吃 就主动挖着他们一起下楼 可这正是小智最害怕的 因为美玲和纯一郎根本就是水火 两人就给有仇事的 吃饭时 纯一郎看见小智的炸鸡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加了一块 让小智羞得满脸痛红 丹尼的男生偷偷问纯一郎 你和小智之间有没有那种火花 纯一郎怪异的回答说 他俩都练空手道 从小打到大大的激烈运动算了 美玲一听这话直接眼神出惊 于是他跑去找小智 跟小智开始没探明白 知道美玲给他点灵了这话有多暧昧 小智才给了纯一郎一圈 美玲又找到纳闷问题的同学 那同学知道真相想撮合 美玲却不干 只有他才能拿捏他们俩 放学时候下起了雨 美玲在门口碰到没带伞的纯一郎 他们三个是一郎 他们三个是一块长大的 还记得美玲总出馊主义逗他们玩 可每次哀训时他都溜了 两人就是互看不顺眼 纯一郎没参加社团 是因为社团分男女 不愿意和小智分开 美玲冷笑一声 问纯一郎 要是小智有恋人了咋办 纯一郎话还没说完 就把美玲推进雨里了 这时候小智急急跑来 看到他的伞 看到他的伞 小智看了纯一郎一眼 突然朝美玲走去 小智这是害羞了 他不好意思和纯一郎共撑一把伞 美玲却催他快点去找纯一郎 说是难得的机会 于是小智只能和纯一郎一起撑伞 小智整个人都躲着纯一郎走 怕运动的汉威被他闻到 没想到纯一郎忽然凑过来 说不会啊 反而觉得有香味 小智被吓得直接跑了 纯一郎费了好大价才追上 可惜衣服全被预打失了 一时冲动把伞赛给小智 俩人开始你追我跑 小智在学校空手道社团停火的 社团的阿玉前辈特别喜欢他 小智本待在女子队 但他太厉害了只能去男子队 回神来只能去男子队 做的跟在家一样样 他本来想在香香软蓝的妹子们 正在学如何当女生 给阿玉夸他魅力十足 他魅力十足 他立马乐开花问阿玉 自己还得提高哪儿呢 阿玉脸红得跟苹果似的 金王说自己啥也没看 觉得他这样原知原味就挺迷人 小智天生就一副帅气连带 暗恋阿玉的妹子们 一看见他都傻了 看到他穿裙子后才把他当敌人 美琳发现小智和阿玉关系好 忙不迭地告诉纯一郎 纯一郎直动手拽他头发 下午英文课 小智忘带书了 索性就和纯一郎挤一桌 纯一郎问小智 美琳要是恋爱不理他了怎么办 小智说可能会有点孤单吧 但他觉得美琳不会那样 纯一郎却感觉自己懂了心里那点事 两个辣妹找上小智想约架 小智说自己从不败战 问他们准备好了没 两妹子吓得去打听小智的战斗力 被告知小智厉害得不像话 两妹子吓得巴不得找他道歉 这时小智把事告诉了美琳 美琳告诉他人家是来吵架的 却小智学学怎么吵架 说要是对方话太过分了 就把名字告诉他 他会让那俩在社会上抬不起头 小智觉得美琳比自己还要狠 下午他就见了那俩妹子 两人依赴要打架的样子 紧张的说他们只是喜欢阿语 小智以为他们要恋爱咨询 这活正是他蒙美眼球的 立马拍拍他们肩膀 拍拍他们肩膀的 也拉美看他一本正经的样 直接被泥得睁不开眼睛 小智得意的把这事告诉美琳 美琳只能叹气 问小智还记得他初中的外号吗 深爱就是少女心口号 直接那俩辣妹 心里早没辣语的影 眼里满满的都是小智 这时 脚和寒舌的小智的肩膀 三个妹子都愣了一下 小智的表情 简直是心花怒放的少女 每次小智看到纯一郎 不当他是妹子 心里头就难受 纯一郎总在散发荷尔蒙 非常让人受不了 比如坐公交 纯一郎非得拉着他挤在一个座位上 小智尴尬的只能站着 却意外遇到痴汗 平时早就一拳过去了 但纯一郎在这 他就是不想让纯一郎 觉得自己是暴力女 不过现实生活里 遇到坏人就得给他来点硬的 纯一郎立马看出小智脸色不对劲 将其护住身后 愤怒地瞪着那忙 一直后纯一郎劝小智劝狐力 那之后 纯一郎劝小智别再穿裙子了 小智一头雾水 凭啥啊 纯一郎忽然说 他不适合穿裙子 小智火了 所以才没听到后面那句话 因为他也坐不住 美玲听说小智遇上坏人了 气得牙痒痒的 弄清楚了整个经过 觉得纯一郎是担心小智才这么说 只是嘴巴不会说话 美玲问小智 裙子短成这样 连打底裤都露出来是为啥 小智说穿成这样方便 还不会走光 美玲冷笑之后 直接扒了他的打底裤 美玲找到纯一郎 告诉他小智在校门口等他 纯一郎被郁闷得很 听说小智不生气了 马上开心的跑下楼 他还不知道此刻的美玲 手里拿着小智的打底裤 纯一郎一看到这一幕 差点眼前一黑运过去 赶紧自己给自己两巴掌提神 小智看出纯一郎神奇有益 简直是心不在眼倒家了 甚至直接一头撞上电线杆 上公交那眼神 仿佛全怨缓人 吓得别人谁也不敢叹小智一眼 纯一郎走得飞快 小智赶紧跟上 风一锤 裙子被掀了起来 纯一郎当场晕觉 他急忙说对不起 说自己不该干涉小智的打扮 但也不希望他穿得别扭 小智觉得他的表情挺有趣 具体说了啥完全没听清 美玲知道后 笑得跟什么学校纯一郎 纯一郎气的给了美玲一记担持 看着美玲一记担持 看着美玲深呼吸一番 又恢复平静去找小智 思考俩人啥时候 能明白自己的心思 卡洛尔是学校里的女神 男生们都超级蜜她 小智好羡慕 问美玲怎样才能变得像卡洛尔那样 美玲建议她先把亚铃放下 说卡洛尔受欢迎 主要是因为她是英国来的 而且性格温柔 毫无戒备 美玲媒体卡洛尔的身材也是亮点 小智打算跟卡洛尔交朋友学学 转头就看到阿玉和卡洛尔在一起 原来卡洛尔是阿玉的远房亲戚 卡洛尔还说自己是阿玉的未婚妻 卡洛尔人以为小智是个男的 知道小智是女生 还有阿玉对她有点意思 卡洛尔就开始找小智的查 比如不限于说小智本 美玲知道小智跟卡洛第一次见恋的事 阿玉也在场 她问小智懂不懂卡洛为啥针对她 小智挠头 小智挠头 真的不懂啊 美玲觉得她也挺笨的 第二天卡洛尔找到美玲 用蛋糕贿赂美玲 问她怎么打败小智 美玲觉得卡洛可以派上用场 就让她去找淳一郎问问 淳一郎听说卡洛要挑战别人 决定给她来个强化训练 想让她一个人小战士 于是 小智就注意到淳一郎客后 带着卡洛一起扫小智目瞪口呆的看着 急忙去问美玲这是怎么回事 美玲装作一无所知 还故意挑衅 说不定她俩在谈恋爱哦 小智一听这个训练都心不在焉的 差点让社团的男生出事 发现她跑两步就开始偷了 对训练根本不认真 就跳声还算在行 淳一郎不敢叹大叫 因为那场面确实太惊心动阔了 小智训练完毕 毫不犹豫就跑去找他们 正好看到她俩练习搏击 卡洛突然说小智是她的对手 淳一郎吓一跳 哪有女生敢挑战小智的 小智一把抓住淳一郎的衣领 卡洛突然懂了 自己被美玲算计了 说自己不会再拿她当对手 特训也不用了 卡洛把美玲拉去自己家 原来卡洛家还是豪门呢 她想和美玲做朋友 美玲建议她多接触小智 虽然之前她做过不少过分的事 但小智对想接近她的人都很宽容 连美玲都成了好朋友 卡洛内心感慨万千 毕竟美玲的性格真是了得 第二天卡洛就去找小智交朋友 之前她说交朋友 别人都不愿意搭理 这次鼓足勇气一说 小智直接就答应了 卡洛觉得小智简直是天使 后来卡洛和美玲也成了朋友 小智把这事告诉了淳一郎 淳一郎都惊了 给美玲都能交到朋友 说着说着她话里藏话说肉了嘴 小智才知道 原来淳一郎和美玲初中时候交往过 这俩人居然没一个跟她说实话 小智急忙就问美玲 你明知道我喜欢淳一郎 对吧 美玲叹了口气 说她是初中毕业后才知道小智喜欢淳一郎的 但她俩在初二的时候就交往过了 而且也就谈了三天 俩人都巴不得把这段经历忘掉 既然淳一郎话都说出口了 美玲也就没在隐瞒 她说那时候淳一郎还挺招女生喜欢的 还是淳一郎先表白的 所以美玲才答应和她交往 结果谈了第二天 美玲脑子里全是想分手 因为第一次约会 淳一郎非要骑行去 美玲本来还挺轻松的跟去了 谁知道这哥们骑得飞快 一个来回就四十公里 只为了看山顶的风景 第二天淳一郎又是带着她到处跑 短短两天体重直接轻较五公斤 她开始怀疑这不是恋爱 而是减肥客 旁边的小智完全不懂 这有啥问题啊 美玲叹气说 这俩人的思维都不正常 第三天 美玲在想 是不是嫁棋和淳一郎提分手 没想到淳一郎先说了 她觉得俩人不合适 就先提出来分手了 美玲一直把这段经历当成耻弱 因为居然是被淳一郎提的分手 真是太丢人了 她俩交往期间也没啥大事 顶多就是亲烟手喊喊名字 以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来看 这点小事算不上啥 但美玲注意到初衷一段时间 淳一郎一直躲着小智 分手后淳一郎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然后她和小智又好像以前一样了 淳一郎让美玲别说出去 说就算之后挨几拳也无所谓 小智直接质问淳一郎 真的和美玲没啥暧昧了吧 淳一郎说根本就没那回事 蓝之还是突然问她 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的人 淳一郎摇头说没人 淳一郎突然跟小智打了成招呼 淳一郎看着阿玲哪都不顺眼 得被小智打一顿才会好好说话 结果差一脸嚣张的说要挑战阿玲 这家伙明明是吃醋了还不自知 听说小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去了蓝队训练 淳一郎想到自己多嘴的时候 当时就后悔的想扎头 方学师小智说要去和美玲他们一起喝茶 淳一郎还是被小车趁回车门 预定好明天一定得一起回家 旁边的卡洛尔问美玲 他俩真的没在谈恋爱吗 美玲冷笑说 当然没有 就俩鱼目各的 而淳一郎放学碰上了阿玉 记得小智说让他的阿玉好一点 所以他主动跟阿玉说话 阿玉还是躲得远远的 好不容易一起上公交车 为了避免尴尬 阿玉就到话题说 问淳一郎要不要加入空手道车 这不是在淳一郎的痛点上跳舞吗 淳一郎说自己打不过小智 他或许能赢 但如果是正规比赛 他不是小智的对手 阿玉这才知道 他们私底下还会打架 马上说这样不好 因为小智毕竟是个女孩子 但在淳一郎眼里 小智是个超厉害的人 他不想总被小智甩在后面 想变得更强 阿玉明白了 这家伙和他一样仰恶小智呢 没想到淳一郎突然警告他 不许把这话说给小智听 阿玉被吓得连忙答应 第二天那么聊天的时候 阿玉没敢说 自己其实很怕淳一郎 不过他心里觉得 淳一郎其实是个挺好的人 小智叹气说 淳一郎根本就不当他是女生 阿玉想说点啥 淳一郎突然出现在他背后 阿玉立马没声音了 两个辣妹还是挺喜欢小智的 谁知道突然看到小智换成裤子 两人脸红耳赤的跑掉了 美玲为小智 最近他等淳一郎有没有出去玩 小智摇摇头 上了高中之后就没一起出去过 因为他总注意淳一郎的动向 美玲说这样不行 要是淳一郎跟别人出去玩怎么办 然后建议他主动点 比如去逛街唱天唱天 别整天就知道游戏厅打游戏 小智有点不好意思 美玲说他要是主动约淳一郎 估计淳一郎会乐坏了 小智觉得不可能 但他还是问了一句 淳一郎眼睛一亮看着他 立马兴奋地问不要去打玩 真跟美玲说的一模一样 像跳大狗一样 美玲知道他们约好了 就带卡拉去帮小智跳衣服 春闻约会总不能还穿男装吧 美玲心里明白 如果直接给小智买女装 淳一郎看到可能会吓跑 所以得找那种一看很酷 仔细一看又挺女性化的衣服 卡拉觉得他俩真麻烦 紧忙给小智挑了套衣服 小智发现自己说不上话 但还是很感激他们帮忙选衣服 俩人说咱那不是朋友吗 不过要小智把约会细节说给他们听 几乎能确定他俩就是爱看热了 小智换上新衣服去约会 淳一郎沉默了话 似乎觉得还行 也果他俩像以前一样玩的不亦乐乎 小智本想阻止 结果看到新玩意玩害了 终于回过神来 没想到纯一郎居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到了灵念 到了灵念 小库还是对小智这个恶色了 伟林和卡洛就像天使和魔鬼 在旁边给他出主意 纯一郎问小智想唱啥歌 小智说他根本就不会唱 他好奇纯一郎为啥会答应来 纯一郎告诉小智 他从小就喜欢玩疯狂的游戏 起初他是陪着玩的 不过很快自己也沉迷了 小智想来他就跟着来了 他信任小智的选择总没错 小智发现纯一郎今天就是想开心一下 于是他放下了害羞 决心好好被纯一郎玩一整天 就这样 他点了首歌开始唱 纯一郎叹呆了 下意识拿出手机开始拍 没想到小智到K是来唱拱摇的 被逗的笑出了声 美玲他们知道之后 马上找纯一郎要看视频 纯一郎本来想删掉的 但看着视频里的小智 犹豫了下最终为忍心删除 那个觉得纯一郎和小智有一腿的同学 田田对美玲感兴趣了 但美玲对他很冷淡 田田跟纯一郎说 他想看美玲笑 纯一郎问不是经常笑吗 他记得美玲总是带着冷笑 在后还是被小车撑和枪 纯一郎把真实告诉小智 小智很少看到美玲笑 一开始还以为美玲对纯一郎有意思 田边问美玲怎么才能让他笑 美玲说他的真心对待自己 到时候他笑着把他甩了 田边超级激动 对对对对 就喜欢这种抖案式的感觉 小智问美玲是不是真的喜欢纯一郎 美玲点头 因为纯一郎和小智聊天时 那种傻乎乎的样子挺有趣的 小智看出来了 这分明就是恶作俱得诚实的笑 这点小智忽然有感而发 他挺想抱抱阮明玲的妹子试试看 原来初中时 他也挺受妹子们欢迎的 但他一熟络就开始勾肩搭背 不知怎的美玲们就开始避开他了 不知怎的美玲居然对那些妹子有点同情 这时 小智的目光忽然落在美玲身上 他们的妈妈是二十的玩伴 他俩也是一块长大的 小智感觉他们俩的关系已经够铁了 该抱抱了 让我抱一次 绝对轻轻的 美玲觉得这话真是拒绝不了 就没想到卡洛会主动好来找小智要抱 小智发现卡洛而身材确实惊人 马上又去试试抱了抱其他的辣妹 然后美玲就有点不爽了 因为卡洛一看见小智就沾上来要抱 整个人都跟他的腰挂上似的 小智跟卡洛说 小智跟卡洛说 美玲肯定是在升温器 虽然躺不出来 但每次美玲生气 倒都是第一个察觉到的 卡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可能是自己搞的鬼 毫不犹豫的去找美玲道了歉 美玲摇头表示 这都是自己的问题 午休的时候 跟小智说对不起 说自己小惊眼了 小智说没事了 然后就抱了美玲 狠狠的蹭 这时候美玲跟他说 纯一郎总是突然抱他 小智大可以来个偷袭 小智还真就这么干 结果差点被纯一郎丢出去 纯一郎感觉自己抱没问题 但小智抱他就觉得怪怪的 旁边的卡洛看着美玲 觉得小智真机智 他也想成为美玲心里头 那个特别的人 第二天一早 小智醒来 发现纯一郎就在旁边 原来是他让纯一郎叫他起床的 小智给他准备了两个饭团 他妈在一边看着热闹 一提到小智他爸 他就笑 这俩人几乎那么多年 孩子都那么大了 他爸一看到自己还是害羞 每天就躲到管理训练学生 这是什么幼稚行为啊 所以小智一去隔壁的道馆 他妈也跟了过去 他爸一看到妻子就害羞的运过去了 小智觉得他妈真是太好笑了 纯一郎问小智 觉不觉得男的被女生 离得晕头转向的样子很糗 小智点了点头 但他说从小他妈就是这样 只要他妈有危险 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挺善而出 这点真的挺帅的 纯一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然后就对卡洛跟美玲说 他们有事要谈 今天就他俩两个人吃午餐吧 卡洛儿还把自己的发卡送给了小智 小智还在跟纯一郎吃饭呢 卡洛儿直接把阿玉叫到天台上去了 看着阿玉和卡洛儿在一起的样子 美玲觉得卡洛儿的感情生活 似乎和小智差不多呢 毕竟纯一郎也没把小智当成女孩子 阿玉倒是直接就把卡洛儿当做了妹妹 明明对卡洛儿也有点意思的 但他自己似乎完全没察觉 小智吃完饭后 两个辣妹突然找上门来了 原来是辣妹一号小川 被印拉去搞联谊 结果被联谊上的男生逼上了 这家伙是勾三的 学校里除了名的不良学生 所以小川一直想要拒绝 川一决他都会对反 小川自然是怕得要死 小智一听到这种事 立刻就表示要管一管 小川只希望有人陪他去拒绝 结果那个不良学生真的开始骚扰小川 还说是小川误会了 还唯一邪书要报复小川 小智能忍这口气吗 直接一脚就把人家踹飞了 小川担心之后会有报复 小智摸了摸他的头书没事的 就算真的有报复 也是找他 到时候他会保护他们 两个辣妹脸红的一塌糊涂 他们好喜欢这样的小智 小智帅气的走了 那个不良学生找了五个兄弟 他们刚提到小智的名字 纯一郎碰巧路过 他一脚就把那帮混混给蹬飞了 当小智放学 那六个人突然冒出来跟他道歉 小智完全搞不懂出了啥事 然后看到纯一郎身上都是伤 纯一郎就说自己是摔倒的 小智感叹 从初中开始纯一郎就总摔 纯一郎干大地别过脸去 小智和美玲被卡洛尔叫去他家晚 然后他俩发现卡洛尔家超级有钱 大家大的吓人 他们在门口遇到了卡洛尔的妈妈 卡洛尔妈妈也是个天然呆 卡洛尔妈妈差点把小智当成男孩子 他还特地去认了小智没藏东西 才让他们快点跟着他 他让他们快点跟着他 他们跟着卡洛尔妈妈走到了屋里 发现卡洛尔打扮得特别可爱 卡洛尔还说他的发型跟美玲一样 没想到美玲马上就把自己的麻花便给解了 卡洛尔没在意 就带着他们进了房间 房间里装饰的超豪华 卡洛尔妈妈叫卡洛布丁 还说绝对不让别的男的碰看鱼儿 美玲站起来去厕所 卡洛妈妈跟了出去 问美玲是不是想捉弄卡洛尔 美玲突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了 她问卡洛尔妈妈 如果她是冲着钱才接近卡洛尔 没想到卡洛尔妈妈突然笑了 说美玲原来是个好姑样 美玲感到有点挫败 美玲感到有点挫败 回来的时候 她发现美玲和小智在下黑白旗 卡洛选的白旗 小智被打得落花流水 接着美玲上场也被压得抬不起头 她觉得这对魔女玩旗的水平 简直黑白分明 零走钱 零走钱 卡洛妈妈超开心 紧紧抱了抱小智和美玲 还特别热情的邀请他们下次再来玩 第二天 小智吓得跟美玲说 明天就是期中考试了 美玲知道她没复习 就邀请小智到她家 卡洛马上说她也想去 美玲倒没拒绝 那时候纯一郎冲过来说 得叫小智学习呢 美玲贴子一笑 你一个排名才30多的 怎么好意思抢第一的活 纯一郎只好回溜溜的走了 小智有点意外 小智有点意外 她原本以为美玲这回 还是会站在纯一郎那边 美玲忽然靠在她身上 说她偶尔也想小智只属于她一个人 卡洛尔论美玲能不能也这么对她 美玲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他们三个人到了美玲家 美玲妈妈也在家 妈妈还误会以为美玲带了男朋友回家 一眼看到小智 一眼看到小智 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多年的好友 说他俩越长越像 妈妈开始担心小智会变得和她一样 这时卡洛突然凑到美玲妈妈旁边 说妈女俩长得太像太可爱了 美玲妈妈觉得自己没法应付 下午讲题的时候 美玲发现卡洛其实也挺聪明 这时候教学方式有点奇葩 但小智意外的听懂了 面对美玲的逼迫 两人赶紧关了起来 小智说美玲也是个好老师 这么下去 她觉得自己真的可能和美玲上同一所大学 美玲没想到小智会想和她上同一所大学 小智说那是必须的 毕竟她上高中也是因为想和美玲一个学校 卡洛也说她也想和美玲上同美玲上同一个大学 之后 小智考到了70名算是中等篇上的水平 纯一郎考了50名 卡洛跟美玲取笑她既不是前面 也不是后面 结果她把他们的头饰挂在门牌上 两个人吐槽正常哪有这样的 但谁让纯一郎就是不正常呢 结果美玲的第一名没了 卡洛这个暗黑竟然变第一了 考完试纯一郎说她买了新游戏机 小智感慨她俩第一次见面时 纯一郎还被称为电玩小子 纯一郎叫她别再叫这个外号了 但问小智今天要不要过去她家打游戏 小智完全被游戏吸引了 回神来才发现 自己居然答应了在纯一郎家过夜 卡洛和美玲知道了这时候 一时半会儿真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 不过他俩也没打算让小智拒绝 开什么玩笑 这机会可不能错过 她下课时有点不好意思 说等一下再过去 到家之后她跟妈妈说 今晚要去纯一郎家过夜 妈妈一脸懂事的神情 因为原来是到这年纪想孙子的时候了 君主说你想太多了 他把这事也告诉了爸爸 谁知道爸爸一点也不担心 小智带着礼物去了纯一郎家 是妈妈让他带给纯一郎父母的 纯一郎说他父母出去旅游了 说明天再给他们 小智越想越紧张 晚饭是纯一郎做的 俩人吃了的痛快 纯一郎催小智快去泡澡 说完了能一起打游戏到睡觉 泡完澡小智就去了 纯一郎却得自己两巴掌 小智问他怎么了 纯一郎不小心往后退了一下 小智一边吹头发一边想 小智一边吹头发一边想 但下一秒也注意到也注意到他了 但下一秒 纯一郎又抓到他的肩膀 小智觉得可能是自己想拨了 玩游戏的时候 小智什么都忘了 逮住纯一郎就是一顿豪大 还叫他电玩小子 一不小心把小智推倒了 两人愣了一下 又说继续游戏 这时候 小智问纯一郎要不要熬夜 说他可是熬过11点的人哦 纯一郎笑笑 说他熬过12点了 这也叫熬夜 脚不起野猫子嘛 结果两个人10点就开始打瞌睡了 小智躺床上 反而更睡不着了 这时候纯一郎忽然开口 说今天玩得挺开心 小智鼓了过勇气想说点什么 一回头 纯一郎已经睡着了 他没忍住 就拽了拽纯一郎的耳朵 然后又拳咽他的鼻子玩 没想到 没想到 纯一郎突然爆发了 一把就抱住了他 差点被纯一郎泪的晕头穿下 谁知道纯一郎睡觉还会梦游打人呢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纯一郎发现小智正躺他旁边 吓得一跳起来像盘皇一样 小智笑着说 走出纯一郎睡像真实的灾难 走出纯一郎家的门 然后意识到自己是在地板上醒的 后来去上学的路上 后来去上学的路上 电影周 他们俩之间的气氛都有点怪怪的 卡洛和美琳都忍怪怪的 卡洛和美琳都忍不住露出诡异的笑容 今天小智过生日 垂后寒时的小智制服去了 小智告诉纯一郎和美琳 今天他们得叫他姐姐了 因为他是这帮人里最早过生日的 美琳给了他一本参考书 当生日礼物 突然卡洛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了 一打开包裹 一堆闪闪发光的金子映入眼帘 我去姐姐你看看我了 我可是你的忠犬啊 美琳兔都跟卡洛耳语 邀请小智周末到他家晚 两人打算给他来个大改造 他们准备好了裙印 化妆艇 还有假发 美琳给小智化妆的时候 小智露出了微笑 好奇自己变美以后 能不能跟美琳一样迷远 美琳化得他咳嗽连连 赶紧让卡洛接受 小智一打扮换了衣服 美的不像化改变了说话的语调 简直就是个大美女 他们俩站一旁 都觉得自己成了配角 美琳和卡洛突然说想吃冰淇淋 小智说自己去给他们买 但得先换回衣服 结果两人一把把他推出门外 小智走进了商店 美琳和卡洛的化妆技术真心不错 但刚进门就被一帮人盯上了 小智心里有点发慌 感觉自己这造型可能有点另类 没想到在商店碰上了纯一郎 纯一郎看了他一眼 一眼接着又一眼 感觉哪里不对 这不可能是小智吧 虽说他们俩长得挺像的 但要是眼前的女孩是小智的话 纯一郎可就头疼了 小智也是紧张的不行 买完丁淇淋就冲出门 结果高跟鞋一半 差点栽了个跟头 纯一郎越看这人越觉得像小智 但心里又觉得这不可能啊 两人就这么一直走到了河边 小智看着下面踢球的人 忍不住夸了一声 慌忙钟声音出来了 又尴尬的道了个歉 没想到纯一郎竟然说不介意 他还挺欣赏这种直爽 这时纯一郎指着下恋关系不错的两个孩子 好奇的问小智 觉得这两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小智说 要是他们能成为情侣就挺美的 纯一郎忽然叹了口气 提起了自己的一个女性好友 最近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了 小智一下子就感兴趣了 让纯一郎好好想想 这时纯一郎提醒他 买的冰淇淋快融了 小智吓得赶紧跑回家 纯一郎看着他的背影 更觉得他像小智 但又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 小智回忆了才发现 梅林他们竟然在给他搞生日派对 听说他路上遇见了纯一郎 两人急忙问他发生了什么 决定下次要换个风格再试试 第二天小智上学 一看到纯一郎就冲上去捏了他的脸 结果被小智一拳头打得直接爬下 纯一郎倒下之前还松个口气 这种有劲的拳头才是小智的风格呢 班级的球迹大赛就要开始了 小智一脚就把球给踢爆了 老是没办法 只能把他冰入男生队 纯一郎挺高兴 可小智却很失落 球迹大赛的当天 他们的第一个对手是三年级的不良少年 哪些不良一听队里有女孩子 还以为有女孩子 还以为这场比赛能赢了 结果纯一郎和小智一起出场 那些不良少年当场就哭了 第二场比赛 小智他们对手是阿玉 阿玉吓得嘱咐队友们 安全第一比赛第二 队友们不相信 结果阿玉当场倒下了 决赛就快开始了 纯一郎边给小智山峰连 听田边汇报最新情况 说决赛有个高大的前辈参加 他们俩早就听过这个前辈大名 人家是如刀部出身的哥们 整个学校最强壮的男人 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和他一拳高下 学长看了小智一眼 觉得他若不激风 学长问纯一郎输了比赛 加入柔道部怎么样 纯一郎答应了 只不过条件是啥 他还没想出来 这时田边注意到美琳也在 他立马过去和美琳也在 他立马过去和美琳打了个招呼 结果下一秒就被学长 踢出的球给打飞了 飞了 学长居然用比赛来欺负后辈 小智和纯一郎批批地 把比赛搞成啥样了 卡洛吐槽说 他俩最没资格说这种话 学长已经把其他对手都打下场了 这时他用力攻向小智 纯一郎马上挡在小智前列 你俩在搞什么呀 大家都在比赛 你俩倒好 直接开始一一戏别 触发了小智的狂暴buff 他一本正经地说 小智肯定会赢 谁知道琼未打中对方 却打在了田边身上 田边得到了复活的机会 趁机偷袭了学长 最终小智他们的队伍赢得了比赛 小智在感慨 如果日子能这样继续下去就好了 很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做些傻事 美琳叹了口气 她其实已经有了计划 虽然后来他们一直在较劲 学长赢的次数更多 但他觉得纯一郎真有天赋 问纯一郎为啥知情不参加比赛 纯一郎一直记得小智的背影 他的目标是战胜小智 但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挑战小智 实际上纯一郎是想改上小智 只不过他误会了 自己以为是想变得更强 我讨厌你这么迟钝 纯一郎第一次见到小智 是在十年前 真怪不得他老把小智当小子 小智从小就这么被养大的呗 那会纯一郎刚搬来东京不久 小智爬墙头过来 发现纯一郎在玩游戏 忍不住好奇 就抢过来试了试 手劲太大 把游戏机搞坏了 纯了还是被小智劝过去了 小智一传 小智不但不气 还赶紧道歉 觉得自己毁了别人众望的东西 想无小智爸爸又带着他来道歉 纯一郎没想到 小智竟然敢把犯的错 输给汹汹残老爸 没想到这时候 小智妈妈也来了 傅泽俩居然躲在纯一郎后头 妈妈还向纯一郎道歉 纯一郎看着漂亮的阿姨 有点不好意思 你小子最好别想歪 他没想歪 就是对小智的看法有点变了 小智向纯一郎道歉 俩人很快就成了哥们哥们 然后小智就在纯一郎四处瞎玩 爬山设河的 差点没把纯一郎泪趴下 他一度怀疑小智脑子进水了 但每次小智两眼发光盯着他 纯一郎就感觉心跳的厉害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取向了 没多久 小智就把美玲介绍给纯一郎 第一次见面 美玲就和纯一郎刚上了 纯一郎意识到他和美玲不是一路人 特别是他们一起去爬楼梯抓虫子那回 纯一郎才爬几步楼梯做虫子那回 纯一郎才爬几步楼梯就气喘吁吁 小智道好 背着美玲跑得飞快 美玲还得意的冲纯一郎笑 纯一郎一股脑冲上楼顶 累得直接躺地上 美玲却得着笑 赢家当然是最后战争的人 这俩冤家互干对方都不顺眼 小智还以为他们关系好呢 后来小智又抓了一只虫子 纯一郎挺喜欢这种帅气的小东西 美玲看得不怎么顺眼 知道知道这东西只起千日人一只 美玲马上觉得这玩意儿美得很 小智看纯一郎笑得开心 夸他这样挺好 美玲看着小智的样子有点不爽 自从那以后 纯一郎和小智越来越铁了 纯一郎现在也能跟得上小智的节奏 他还以为自己变牛了呢 结果没两下就被一帮人堵了 抢走游戏机 第二天小智看出纯一郎心情不对 直接带伤带着游戏机回来了那个下午 纯一郎心疼坏了 他本来就没指望小智出头 觉得自己太弱 没法帮到小智 所以就把游戏机送给小智了 说等自己变得比小智强了再要回去 从那天起 纯一郎就跟着小智爸爸学起了空手道 身影苦练 他还是没能赶上小智 游戏机现在还在小智手里 小智心里清楚 纯一郎早就抢过他了 只是纯一郎死活不肯承认 夏天来了 大家决定去海边嗨一下 美琳本来不想去 卡洛就跟他说 不想看纯一郎看到小智穿泳装出球的样子吗 两个爱八卦的立马就报名了 纯一郎也就传了他们的提包助手 他们四个人一起到了海边 美琳和卡洛去换泳装 纯一郎没睁眼看他俩 听说小智在后头立马蹭过去 看到小智还裹着外套 就乐呵呵的去扯他的外套 结果看到里头的泳装惊呆了 赶紧又把小智裹得严严实实 美琳看了忍不住笑了 小智和卡洛在水里玩海了 纯一郎就全缩在这样散下 美琳心里有点不识滋味 恨不得上去揍他一段 而小智完全沉迷于玩乐 连泳装都忘了 拉着纯一郎就往海一跑 美琳看着 美琳看着 忍不住笑了 小智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 小智他们三个在海边玩封了 卡洛找茬 差点被小智借回到散下疗伤 小智在沙台上 被黄毛搭讪 这还是他第一次被陌生男生夸 好奇自己到底哪里吸引人 结果黄毛趁机占了便宜 小智担心自己一拳头 就能把黄毛给干趴下 纯一郎突然从水里冒出来 他虽然不是小智的男朋友 但对于黄毛这种人 他也看不下去 小智那边还乐呵呵的 纯一郎突然跟人家道歉 说自己被当成小智男朋友之事 肯定让小智很尴尬 小智弄住了 这时候纯一郎又救了卡洛一把 有人问纯一郎是不是卡洛的男友 纯一郎烦躁的说 别人爱咋想咋想 小智心里委屈 美玲跟小智说 仅仅是能改变他俩关系的大好时机 他建议小智最好 老在纯一郎视线里晃悠 于是小智决定主动出击 还对纯一郎递上两根冰淇淋 他故意凑近纯一郎 却发现纯一郎脸上 没啥表情 但纯一郎心里那是火山药爆发了 特别是看到小智在舔掉落的冰淇淋 感觉就像陨石撞地球一样震撼 只不过他表面上演示的很好 他本想今天跟小智玩好多游戏了 但一看到小智的笑脸 他就像导自奔迷惑了似的跟着走 路上小智还在纯一郎肩膀上打盹 突然又依偎到美玲那边 美玲抱着左右的小智笑得很满意 他问纯一郎今天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纯一郎犹豫着 美玲知道纯一郎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感觉 但他觉得经过今天 纯一郎应该知道小智是女孩子了 暑假的时候 塔洛和美玲去小智家玩 他们三个玩起了国王游戏 美玲当上国王游戏 美玲当上国王 他命令小智和纯一郎去看烟火大会 小智就拉着纯一郎去邀约 去邀约 纯一郎好奇别的两个会不会去 小智摇头 纯一郎就答应了 可小智感觉纯一郎的反应有点怪 以前他早就乐呵呵的答应了 这让小智有点摸不着头脑 塔洛偏偏问美玲 他俩正在一起合适吗 纯一郎正在回想小智开学时候 跟他说的喜欢 他本来以为那就是哥们之间的喜欢 可现在想起能和小智单独出去玩 他心里内的高兴啊 可又感觉自己想的有点过头 美玲玲睡前还在想小智跟他说过的话 他当时告诉小智要女人魅一点 实际上他更希望小智能和他在一起 所以他打算用纯一郎让小智更依赖他 想到这里他就昏回欲睡了 第二天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小智怀里 塔洛露出了得意的笑 听说儿子要带小智去看烟火 母亲直接表示支持 纯一郎还在那儿想 冷儿想 冷儿说那儿想 这种又期待又紧张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塔洛也约了美玲一起去看烟火 还说今天阿玉也会来 塔洛不想美玲一个人 丑至妈妈让他换上了御医 这时候的小智当妈让他换上了御医 这时候的小智在纯一郎眼里格外耀眼 亮了他都不知道目光该放哪儿好了 他们俩赶紧往尿汇的地方走 尿汇的老板一看见纯一郎就找小智 看见小智穿着可爱的御医 立马全发消息给其他摊位的老板 虽然小智漂亮 好玩游戏营奖品时候也不手软 美丽阿玉还有卡洛在尿汇上碰了面 阿玉和卡洛手牵手挺顺利的 因为阿玉一旦松开手 卡洛就跑 不过转眼就被他又抓回来了 这里小智在瞅玫瑰糖 本来想让纯一郎也来看看 却不小心拍到了旁边的陌生男人 脸人问他是不是在找对象 小智赶紧摇头 本来那俩人想上来搭讪 谁知纯一郎一把抓住小智肩膀 就转身离开了 这次他没否认两人的关系 只是走到一边 纯一郎心里又觉得 是不是多管闲事了 小智一气之下给了他一个脑崩 他原本还想感谢人家呢 结果一冷静下来就忙不得的道谢 纯一郎一下就蒙了 下意识的方小智的方向走了两步 然后非常不好意思的扭过头去 说要带他去个烟花超棒的地方 小智感觉纯一郎将有个有点不对劲 要是借机表白或许有戏 这时候美龄他们正好路过 他抬到看到了小智 卡洛赶紧揪着他别过去捣乱 而此刻小智也鼓足了勇气 想趁着烟花摘放前表白 可他又开始犹豫 毕竟说出了心里话 要是纯一郎不接受怎么办 他苦恼自己没啥能吸引纯一郎的地方 想到这小智就不说话了 现在明显还不是告白的好时机 看完烟花后 两人一起回家了 纯一郎搞不懂自己对小智究竟是啥感觉 但看到小智笑的时候 他意识到不能再和小智打打闹闹了 新学期开始了 小智说纯一郎这阵子 开始在意他是男是女了 这种关心的方式让他不太舒服 以前都是拍拍肩膀 现在居然只用小指头碰一下 他害怕以后也会变成这样 卡洛而问美龄真能接受这结果 美龄不明白卡洛到底想干嘛 但看着小智和纯一郎越走越近 他心里也有点烦 这时候以前的小流氓觉得小智挑战了他的权威 他们发现美龄一个人就偷偷去找美龄小智 就供美龄一股强大的气场把他们吓退了 这时卡洛而恰好路过跟他招呼 混混们以为卡洛是小智的朋友 美龄却说他们不熟 没想到卡洛突然掏出个电击枪 直接把那些混混给垫趴下了 美龄打算带着卡洛尔赶紧跑 结果卡洛尔一不小心跌进水坑 没有办法只能突着卡洛尔躲到废弃工厂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美龄转身就给纯一郎打电话 他不记得自己留过电话给美龄 但美龄说他和卡洛尔被混混堵住了 让他信别告诉小智 别让他担心 小智路过发现 传一郎争气冲冲准备出门 他立马问纯一郎出啥事了 了解了事情怎么回事后 他说非得自己去救人不可 毕竟美龄和卡洛尔是他的好基友 纯一郎有点无奈的笑了笑 对呀 小智向来就是这么的热心肠 但他们俩都没发现 阿玉已经偷听了的清清楚楚 知道卡洛尔被抓 阿玉立刻怒了 这时候那帮混混已经找到美龄和卡洛尔了 不过那混混还能消长多久 小智就把他的头给揪住了 纯一郎这边正忙着舒适剩下的四个 小智叫他别管 今天在他亲自上 正当他能忙着教训人 阿玉却跑到了后面 看到美龄在帮卡洛尔换衣服 当误会了 以为混混的对卡洛尔做了坏事 阿玉气冲冲的冲过去了 纯一郎和美龄都差点拦不住他 幸好最后卧会才解开 卡洛笑嘻嘻的晚起二日的手一起走了 美龄也让他们先走 他还得和那帮混混说几句话 混混的还没当一回事呢 然而美龄跟他们说 小智的爸是道场的掌门 混混们一听这个道场 知道是那些不良同物的大本音 当时就吓得腿软 赶紧保证以后不敢再来了 混混们一走 纯一郎还在那 纯一郎明白 美龄是过意引人过来 大概是要吓唬吓唬他们 以防他们还敢找小智和朋友的麻烦 纯一郎觉得美龄这么高 可能会有报应 在纯一郎看来 虽然美龄是个女孩 可小智才是最特别的 美龄气得给了纯一郎一颤 阿玉天赋异灵 但小时候性格极其古怪 直到遇到了像天使一样的卡洛尔 为了守护卡西非小智正位 见了道场的一员 小智老爸一眼看穿的阿玉有问题 说他心里藏着恶魔 没多久阿玉发现这道场也不简单 学练难度超乎寻常 训练完还得来对练 阿玉偏要挑战纯一郎 说赢了纯一郎 小智就得高看他一眼 纯一郎一听这话 火柱不打一出来 小智看纯一郎那镜头 也觉得有点意思 这时候阿玉怎么也碰不到纯一郎 他心想非得出这一拳不可 结果这一拳疯都把纯一郎连给刮破了 他自己倒是被纯一郎给打得晕头转向 等阿玉醒来 他就问阿玉醒来 他就问阿玉是不是不想太粘强自己 问他是不是为了保护卡洛尔 阿玉有点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 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小智倒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照他看 强大这事有很多种呢 只要是能帮上阿玉 一切都算强大 这段对话被躲在门后的纯一郎听去了 卡洛说阿玉最近变得挺厉害的 结果知道阿玉跑去了小智家的道场 问阿玉怎么看小智 阿玉说他真的很佩服小智 想得到他的认可 卡洛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 到天下午他就拉着纯一郎出去玩 纯一郎本想拒绝 但卡洛根本没给他拒绝的机会 雷琳问他怎么 卡洛说事情不会再找他的计划走了 两人去了公园 卡洛说他可能要失去朋友了 结果还是被小智撑回去了 纯一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朋友的 但看到卡洛那蠢脸兮兮的样子 纯一郎还是被带完了起来 结果俩人不知怎的跑到了纯一郎家 卡洛说要搞点恶作剧 他突然扑到纯一郎 险些把人家吓哭 卡洛问纯一郎 雷莎这么怕女生 这样下去怎么和小智相处啊 纯一郎愣了一下 然后突然坐了起来直接冲到旁边小智家 抱了个满怀 他知道卡洛说的对 他把小智当跟了他 这是老毛病了 难道是那回的男子汉的预定没完 这时候 这时候 卡洛突然出现 纯一郎一下 又抱紧了小智 卡洛突然跟他们俩道歉 第二天他也跟美玲说了对不起 还说昨晚是跟纯一郎一起出去玩的 也没忘了跟阿玉拖了这口风 美玲感觉卡洛不简单 但为了不搅局他自己的计划 他打算把阿玉和卡洛而撮合到一块 可美玲总觉得卡洛对阿玉藏着什么没摆出来 美玲脑洞打开 想了个绝招 他兴趣时代阿玉是不是真的喜欢卡洛尔 很快他就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阿玉在工厂里那副急躁的样子 谁看谁都觉得明显 阿玉心里还挺忐忑 他自己在卡洛尔那没戏 他把卡洛尔太硬了 自己怎么表白 对方非拒绝不可 或者只是出于同情接受 因为在阿玉心目中 卡洛尔太完美了 美玲心里有数 阿玉是想弄清自己在卡洛尔心里的分量 他跟阿玉说自己有招 这时候小妹也找上了卡洛尔 他知道这番话一出 肯定会让卡洛尔对他有意见 但他还是说出口了 甚至说阿玉根本就没当卡洛尔是女生 不止这样 还把他当做了妹妹 他本以为这么说还不够了 正想着要再来一刀 却看到卡洛尔脸色大变 他害怕得浑身发抖还没开口 卡洛尔已经跑出去正好撞上小智 小智的纯一郎都傻了 紧接着美玲全身发抖去找阿玉 让他一定要去看看卡洛尔此刻的表情 小智问美玲卡洛尔是不是因为他才走的 美玲点头说是他欺负了卡洛尔 小智没信 毕竟知道美玲嘴硬心不硬 美玲没想到小智会这样回应 另一边 卡洛尔已经回家了 阿玉追过去 卡洛尔妈给了他脑门一下 阿玉忍痛找到卡洛尔 发现他正抱着枕头哭的梨花带雨 阿玉这时才明白 卡洛尔并不是没有瑕疵的天使 他也是个会害怕孤单的普通女孩 卡洛尔却突然开始对他发火 阿玉急忙解释 那其实是编的 美玲是故意让他难过才这么说的 卡洛果然火大了 但他搞不懂美玲为啥要这么做 卡洛尔也觉得不好意思 解释说美玲是想给他推一把 让他明白卡洛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看着阿玉的告白 卡洛尔马上乐了 他都忘了最初为啥喜欢阿玉 只知道阿玉一直在他身边 不自觉就喜欢上了 眼看卡洛尔准备给阿玉动手动脚 卡洛尔马马上吹响了口哨 他把阿玉叫到一边单独谈谈 说卡洛尔总是笑嘻嘻的 都是因为他这个妈告诉他 笑脸最招人疼 从那以后卡洛尔就再也不哭了 妈妈反倒是挺担心他的 所以他特别害怕阿玉如果说了啥怪话 让卡洛尔变得不正常 阿玉摇了摇头 说现在卡洛身边有了一帮好朋友 他的几句话是不会让他改变的 卡洛尔马这才稍微对他放心一些 不过阿玉还在走长路呢 第二天卡洛一大早就来学校了 美玲看他带着兔子头是都吓一跳 没料到卡洛会突然来个突袭 亲他一下 小致大笑着说 这回美玲算是灾了 学校突然搞起了马拉松笔曲 输的人没请对方喝一粥的饮料 这会莫平在一旁对美玲招手打招呼 美玲根本没搭理他 然后小致就跟淳一郎一直比克库 他知道淳一郎想跟他较量到底 所以故意没在女生那折返 淳一郎乐坏了 接着就跟他拼了 阿玉被他俩抄了 意识到自己还有的是差距 这边小致跑到一半突然烧的不行倒下了 因为昨天回家后 他就一直在跑 跑完之后忘了洗澡 整夜在浴室里躺着 难怪会发烧 淳一郎知道现在找老师已经晚了 直接就把小致背起来往回走 等小致起来的时候 卡洛躺在他旁边睡着了 美玲震惊的抓着他手 一边叫小致冷静 一边他自己都慌了 哎呀 小致居然会感冒 美玲跟小致说 淳一郎赢了第一名 就是因为他背着小致才赢的 小致脸一下就红了 这时候淳一郎来探病了 美玲站起来小声跟小致说 他很少生病 趁机撒撒娇吧 前后还是被小致坠了去了 和美玲都特别体贴 淳一郎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病了就得多照顾 他问小致能不能自己走 小致插点点头 然后又说不行 让淳一郎背他走 淳一郎有点不好意思 但还是答应了 两个人都觉得对方长大了 第二天 淳一郎又来看他 小致顺便把游戏机还给他 说赢了不算什么大不了 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嘛 这话让淳一郎想起了初中的事 在他们上初中前 淳一郎第一次赢了小致 那时候小致反应有点寂寞 淳一郎那时还没明白 很快就到了初中开学 他一直期待着看小致穿上 利领校服的样子 没想到小致竟然穿了裙子 这时他才知道 小致是的女孩子 雷琳有点担心他们俩会不会尴尬 小致觉得应该没事 雷琳叹气 觉得可能会有麻烦 这时淳一郎也发现小致是女生了 果然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在一起 淳一郎不知道怎么答 他下意识想去找小致 发现小致也在被问同样的问题 脸时候小致说没那回事 因为淳一郎跟吻就没当他是女生 可惜淳一郎没听见他说的后半句 从那以后 淳一郎看到小致跟其他男生在一起 他对谁都有点敌意 因为没抓紧时间道歉 之后他们一年都没怎么联系 他好想恢复和小致以前那样的关系 但又怕小致会因为被人误解而烦恼 与此同时 雷琳也挺烦的 因为小致变得越来越厉害 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激进小致 他再找个人来帮忙拉回小致 那个人得靠谱 这时淳一郎在想 如果能找个女朋友 将来可以和小致一起出去玩 这样就不会让人误会小致了 但这样对你的女生又有点不公平 最好是找个能和小致玩得来 最好是找个能和小致玩得来 还懂得她的难处的女生 这时候 韩石的小致的两个人对系了一眼 决定就是你了 他们俩的厉害关系一样 都是想接近小致 至于叫名字和牵手 那都是给别人看的假象 本来青春期应该彼此有点小心思 谁知道他们第一次约会 就让美玲叫头烂额 后来几次约会 美玲也感觉不对劲 如果让淳一郎和小致更亲近 小致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难 孩子气 他自己是受不了这种节奏 所以他担心自己和小致做不成朋友了 没想到小致一听这话就把他拖下楼了 虽然他挺喜欢运动的 但他也珍惜和美玲相处的时光 美玲差点就被他的魅力迷倒了 明白了小致不会因为体力问题抛弃他 美玲开心的想要摆脱淳一郎 没想到淳一郎却抢先一步说出口了 这让美玲记恨了很久 而淳一郎在想怎么接近小致 他犹豫着要怎么道歉 小致突然回首给了他一拳 质问他这一年为啥都不说话 淳一郎只好解释是因为担心小致会被误会 没想到小致说他们是朋友吗 淳一人怎么看又有什么关系呢 淳一郎听了立刻就乐了 他可是想和小致玩一辈子呢 这句话反而让小致心动了 从过到了高中后 淳一郎意识到他不能再单纯把小致当做朋友了 他猜小致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 苏致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 所以他在思考要怎么和小致当女孩子 打算开始把小致当女孩子探待时 发现小致真的是超级可爱 淳一郎的生日快到了 小致打算打工挣钱买礼物送他 美琳有点担心 卡洛尔也说要猜一脚 这时候田边冒出来说 他们家拉面店正在招人 田边家开的拉面店 他甚至还特意准备了像女婆装的衣服 卡洛和小致只好换上那种衣服 美琳聪明 为上当 美琳平时虽然冷冰冰的 打工时候换脸的速度超快 卡洛不是在做服务员 他就挂牌子装机项务了 田边还能想着怎么泡美琳 没想到这时淳一郎也来到了拉面店 田边正要露线呢 田边正要露线呢 美琳马上打断了他 美琳的笑下了淳一郎一脚 网络要问的问题 美琳还故意躲淳一郎 问他怎么看女装版的小致 淳一郎这次居然觉得还挺好 小致问他意见时 他还夸了几句 离开前他说 只要小致在打工 他就会来 小致当场脸红 卡洛不擅长招待客人 但他能吸引顾客 店里因此变得超忙 三天后 他们都拿到了工资 因为客人多 还有额外的奖金 离开店后 淳一郎居然来接小致了 小致细说他放假的跑来拉面店 真是惊险 淳一郎说 得有人管管小致 而且平时的拉面 而且平时的拉面 因为是小致端的 竟然觉得更好吃了 这家伙一旦开奖 就没谁了吗 第二天 小致送来了一样的手表 这家伙说穿同款 像是一对的 对不起 我说你开窍了 对不起 我说你开窍了 不过下一条 小致就问要不要在他家开派对 淳一郎突然说不行 说他爸妈晚上要回来的碗 可以在小致家开 有大人在肯定没问题 懂事了 但还是懂得有限 小致问美琳 怎样才能让淳一郎 当他是女孩子 说他会把淳一郎 推下楼梯下等 说他会把淳一郎推下来 小致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美琳挑衅他 说是不是觉得接不住淳一郎 小致脾气来了 立马说能接住 这时候 另马说能接住 淳一郎真的走到楼梯口了 看到淳一郎在这儿 突然被美琳从背后来了一下 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美琳是不是看自己不顺眼 要置自己于死地 淳一郎掉下来的时候 躲过了小致 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后面的卡洛儿 淳一郎赶紧跪地道歉 还让小致帮卡洛回应自己一拳 这是 这是 美琳也搞不懂 为什么自己那么烦躁 结果一不小心滑倒了 直接扑在了天边身上 他内心有点愧疚 居然老是芭蕉地道歉 还问天边要怎样补偿 天边犹豫了半天 最后小心翼翼地要了电话号码 卡洛儿问美琳到底在犹豫什么 美琳说他好像不太想让小致和淳一郎在一起 卡洛儿说 你终于意识到这点了 第二天 美琳未来上学 小致居然对这是一无所知 安慧时 班长宣布文化节要掩灰孤眼 今天要选角色 三天后 美琳还在纠结该怎么面对小致 却发现小致突然出现在自己家 小致说 美琳最近老躲着他 美琳一听 迅速装睡 小致说他肯定是钻牛角尖了 留下剧本 转身走了 美琳怕的是无论如何都会鸳鸯自己 就在他烦恼时 一看剧本什么都忘了 决定去学校找那俩人问得清楚 为啥我的眼灰姑娘啊 小致和卡洛儿紧紧抱在一起 围折全班头的爱莫能助 小致居然还有眼王子 是卡洛儿最先提的名 这时候淳一郎忍不住笑了 结果被小致堂的三的一段好打 淳一郎就演个术 卡洛竟然演后妈 谁见过这么慈祥的后妈呀 灰姑娘倒像是非得把后妈撕了才行 小致拉着美琳单独练戏 她没演过戏呀 美琳提醒说赵本轩克就行 小致演帅哥 那可真是天赋异禀 她老觉得自己没啥吸引力 美琳觉得这都是自己闹的 让她那么想也是因为这个 本来是想让小致和自己 有更多共同话题 所以才想提高她的女子力 现在这成了小致的枷锁了 美琳纠结的时候 淳一郎提了提大 还是大大方方面对小致吧 小致应该不介意美琳反对小错 美琳下的连忙就把她给推倒了 淳一郎办的树在地上歪七扭八的 美琳说自己才是最没资格说这话的 小致想让淳一郎陪她一起练戏 淳一郎说她才不会演回姑娘呢 但小致觉得她女装肯定挺好看 淳一郎只好咬咬牙答应了 结果演着演着就脸红了 文化节那天 小致爸爸觉得淳一郎演技真团神 演那棵树不就得入目三分吗 灰姑娘的故事让美琳意识到 灰姑娘的故事让美琳意识到 小致本来就是的帅气王子 她就让小致误会了 优秀的女孩得有女人味 淳一郎却觉得无论帅气还是娇羞的小致 都是最真实的她 表演结束后 淳一郎问小致要不要一起去别的地方玩玩 小致让她先换身衣服 然后两个人就去了辣妹班趟了班开的女仆咖啡厅 免费给小致送来一块蛋糕 淳一郎看哪哪都觉得别扭 多亏淳一郎及时拉住 之后还是跟淳一郎玩的挺害 她心里挺纠结 真的有那新兴吗 跟淳一郎开始新的篇章行不行 要是告白完 不能像现在这么开心怎么办 误会上淳一郎走上前邀小致跳舞 俩人能想明白当然好 可自己孤单一人真的行吗 她根本没理会旁边的天边 实际上到这会卡洛儿突然冒出来 美琳原本以为卡洛让她演会姑娘 是想让她跟小致和解 结果卡洛儿只是为了拍照 小致也感叹 雷想了淳一郎会主动邀请 毕竟她觉得这样容易被人误解 只知道淳一郎说这都是真的 脚偶了是对小致愣了一下 然后就跑了 美琳和卡洛儿看在眼里 有点担心 从那以后 小致见淳一郎特别活跃 一看就是满满的朝气 可以提到文化节的事 淳一郎以为小致要拒绝她了 卡洛儿到学校后就猜到 小致可能被表白了 她挺好奇小致为啥不介绍 美琳预言又止 觉得这问题在自己 淳一郎再问阿宇该怎么办 这又还是被小致质合起了 淳一郎下定决心了 但告白之前 她得先导美琳聊聊 她告诉美琳自己心里明白了 在想跟美琳交往前 她就已经喜欢上小致了 美琳叹了口气 没想到淳一郎不追小致 是因为愧疚 她问淳一郎 自己难道是她的初恋吗 淳一郎突然想起一个人 小致的妈妈 美琳完全不在意 毕竟她根本就没想过跟淳一郎恋爱 然后小致收到了一张小纸条 脚在天台间 她激动的冲了上去 中后还是被小致质合去了 小致发现自己没路可退 尴尬的点着脚尖 谁料到淳一郎竟然叫她打自己 淳一郎忽然提起高中的事 提到小致内时的表白 小致内时刀中的事 提到小致内时的表白 小致一叶子脚尖就挪了 原来淳一郎早就知道她的真心话 可就是一直装作没看见 她知道自己为了提升女人位有多拼吗 淳一郎说这事她真没留意 小致二话不说就回出一圈 她感觉自己脑袋发烧了似的 小致明白其实在逃避的是自己 淳一郎果然一把抓住她 张嘴就是一句告白 就算小致现在不那么想了 她还是喜欢小致 小致脸一下子红了 瓦了句章鱼头 就转身走了 淳一郎当场就被打击到跪地上了 小致把这事告诉给两个人 卡洛说竟然喜欢 你看你都不知道怎么跟淳一郎相处 该怎么好好说话 这时候真 美玲终于说话了 她也没让卡洛走 她很愧疚地跟小致说 小致变成这样都是因为她 其实她根本不用提升女人位 因为没人想让小致变成别人 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这她乱指导让小致丧失自信 小致说自己并不是因为这个生气 于是小致立马点头 于是小致立马点头 赶紧跑出去追了上去 她问淳一郎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淳一郎毫不迟疑地说是的 小致又问她真的准备好不再当朋友了吗 淳一郎疑惑了 为啥就不能当好朋友了 就算在一起了 她还有小致竞争呢 她不希望小致改变 现状就很好 她可也是自己的童年玩伴 私党好友 同时也是自己喜欢的女孩 这些身份又不冲突吗 小致忍不住笑了 也说出了喜欢淳一郎一激动 从LT上摔了下来 得到小致的回应超开心 他们俩开始正式交往以后 美林和卡洛就觉得淳一郎哪都不对劲 小致觉得自己之前想太多了 决定要好好聊聊淳一郎 于是两人开始帮她出主意 反正圣诞节快到了 不如一起去看场电影吗 圣诞节那天 小致故意穿了套很女人的衣服 这两人谈起恋爱年的不行 还互相夸对方穿得漂亮 小致指着电影海报说要看那个 淳一郎的脸红的像苹果 但她还不知道 小致已经偷偷练习了整整一个星期 但引力电影里只有吻气 结果没想到剧情里居然还有床戏 小致的脸烫的不行 再看淳一郎 这小子突然认真起来了 小致还以为她就喜欢那些瑟瑟的东西 谁知道淳一郎说 自从和小致在一起后 她对这些爱情故事也感兴趣了 真是直接变成了恋爱脑 淳一郎马上拿出她准备的圣诞礼物 是一对超好看的耳环 看小致戴上后看的耳环 看小致戴上后 她没吭声 心里就是暗自尽兴买对了 但小致也没少准备 围一围上了 真是的 这两人谈恋爱腻歪死了 小致觉得自己不能示弱 突然抓住淳一郎的衣服 说要去她家 淳一郎整个人紧绷了起来 没想到小致居然不打电玩了 还突然问能不能坐她旁边 淳一郎简直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 两人紧张的连眼神都不敢对上 小致最后忍不住了 她根本不适合玩什么欲情故纵的把戏 直接说这次来就是为了亲切 结果淳一郎根本没察觉 难道自己真没那么吸引人吗 淳一郎先是手忙脚乱 后来脸都红了 最后干脆自己给自己来了一圈 她赶紧跟小致说 其实一直都很想碰碰小致 但这种事情怎么能随便来 毕竟不经过女孩子同意是不行的 她还真心珍惜小致呢 现在连正式交往都还没谈呢 你是觉得咱俩现在还没再交往是吧 淳一郎尴尬的挠挠头 其实在向小致告白之后 她就立马去见了小致的父母 小致妈倒是挺容易的 可小致爸却说非得打败她才行 小致这会儿还蒙在鼓里呢 她一听这事气冲冲的去问她爸怎么回事 怎么大怎么回事 怎么大家都知道就瞒着她 小致伤心急了 只说最讨厌爸爸 她把那会儿直接自闭了 小致就这么把自己关起来 从圣诞节过到新年 淳一郎想见她小致都没给面子 他妈问淳一郎要不要趁这会儿去挑战挑战挑战 小致现在状态可不好 淳一郎也没什么心思挑战 到了学校小致还是很生气 为啥淳一郎都不跟她说一声 淳一郎急忙解释说不想让小致担心 她肯定会想办法打赢她爸的 小致把这事告诉美玲他们 美玲问她是不是真的决定好了 要默默守护他们两个的约定 小致正在犹豫 没想到下课 淳一郎就说要去挑战她爸 他爸突然被背后一击吓了一跳 淳一郎说 为了抱得美人归 她会用尽一切手段打赢她爸的 包括不排除找小致妈来帮忙 这边小致在空手道社团里发呆 阿玉差点就被人死了 他跟小致说 他知道淳一郎要挑战小致的爸 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这么做 只要小致没放弃他 他就非这么做不可 因为这样他才能堂堂正正的娶小致 淳一郎这才明白过来 淳一郎并不是被迫挑战 大二话不说就冲了回去 既然想和淳一郎在一起 淳一郎一有这心 那他挑战爸爸也没啥大不了的 好好的想念不向你管 老爸也只能随他去了 淳一郎可不想让小致失望 就认真起来开始比赛 淳一郎懂 老爸是真担心小致总想帮别人 希望能找个能顶个住的男人 所以他更不会因为这个就退缩 他即便保护不了别人 至少要守护他最爱的女人 这一拳他等准时机打中了 对方一手称递 想站起来 结果被老婆给揍了一顿 淳一郎终于赢了老爸 小致开心的抱住了他 小致本来以为可以来个吻 没想到淳一郎那么认真 直接说出了想交往的话 小致气坏了 怎么自己准备的台词被截了 淳一郎说 这不是男孩子应该先说的吗 小致才不在意被抢了先 就先亲了淳一郎一口 还说以后也要让淳一郎心动故意 淳一郎说不可能 他要做的比小致还要多 然后他的比小致还要多 然后他来这对青梅竹马的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